第1377集 叶晨的脸上没有任何的变化 反而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嘲讽之意 如此垃圾他从未放在眼里 在神剑宫外门弟子冲过来的一瞬间 叶晨抬起手臂一巴掌直接抽过去 一声清脆的响声 神剑宫外门弟子的身影 在半空之中来了一个360度大旋转 落在地面上彻底没了声息 在远处看着的造化镜舞者 吓得差点跪倒在地面上 造化镜舞者竟然被人一掌给抽死了 这怎么可能 可惜事实就摆在眼前容不得他质疑 你 你不要过来 再过来的话我就杀死他 他将一柄剑放在神老的脖子上面 胆怯地开口说道 清晰可见 他的额头冒出密密麻麻的冷汗 滴落在地面上 一个凡人能够一巴掌抽死造化镜舞者 实在有点太过邪门 在我面前 你还没有威胁的资格 夜晨话音一落 整个人暴射出去 只能够看到原地的残影 那名舞者吓得大惊失色 刚准备一剑斩杀神老 却发现自己的一条胳膊已经被夜晨拧断 夜晨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他固然修为没有恢复 肉体的力量也是惊人 那名舞者的胳膊瞬间化为血雾 夜晨眼睛里面闪过一丝厌恶的神色 随后拿起地面上的剑 一剑穿透他的心脏 神老已经被惊呆 阿阴捂着嘴巴 满眼不可置信的神色 两名造化镜的强者 就这么被夜晨给轻而易举的击杀了 这个神秘男人究竟什么实力 他不是受伤了吗 阿阴 我们两个把你爷爷带回去 当听见夜晨的声音 阿阴才反应过来 解开神老的绳子 夜晨背着神老拉着阿阴的小手离开 至于这两个舞者的尸体 恐怕今晚就会被妖手吞噬 回到住所 神老已经没什么大碍 只不过身体还有一些疼痛 毕竟受到的只是皮肉伤 休息一段时间就不会出现任何事情 神老在房间里面把夜晨叫过来 开口直接说道 夜晨 你杀掉两名外门弟子 如果神剑公查出来的话 肯定不会放过你 不如和阿阴一起参加外门考核吧 神剑公的外门弟子被杀 很容易就查出来 如果夜晨加入神剑公的话 就不会有任何事情 东玉杀人很常见 甚至宗门还鼓励杀人 这样弱者会被淘汰 到时候留下来强者 只不过一个外人 杀宗门弟子性质就不一样 神老 这件事以后再说 对于杀死两名外门弟子 夜晨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如果真的被发现 他到时候搬出这里就行 至于加入神剑公外门弟子 夜晨心底是排斥的 不过转念一想 明天阿阴要参加考核 这一老一少对自己帮助不少 考核若是有意外 自己也能出手几分 就当是护着阿阴 偿还这几天的恩情吧 毕竟他应该马上就要离开了 此生也难再和这一老一少见面了 并且夜晨也好奇 这神剑公的考核 据说神剑公考核 以剑道前力为尊 他很好奇 没有恢复修为的自己 见到前力到底有几分 神老轻微叹息一声 也看出夜晨的不在意 不过也不好再说什么 很快一天时间眨眼便过去 神剑公外门弟子考核的日子到了 神老已经没有机会进入神剑公 只能够把一身的希望寄托到孙女身上 考核的时候尽力而为 如果不能通过也没事 过两年还能够继续考核 这一次一定要听夜晨的话 神老从救回夜晨就知道他的不凡之处 当初救下自己也证明了这一点 夜晨和阿阴离开小屋 神老站在门外待了许久 眼睛里面闪烁着泪化 神老的小屋就在神剑公的山下 两个人很快就来到了神剑公大门外面 整个神剑公有十二座山峰 想要进入外门 就必须进入一座山峰里面 他们两个人来到神剑公大门之外 发现人山人海 关于考核的事情 神老已经讲述过 第一阶段便是进入幻阵里面 考验剑心 只有剑心达到百丈才算合格 在这一方面就要刷掉三分之二的舞者 神剑公已剑入道 几乎人人学习剑法 剑心是最重要的环节 能够代表一个人的剑道天赋 对于这个方面 夜晨全然不在乎 他领悟不朽建议 剑道方面的天赋难以想象 阿阴有些担心 还有些激动 这可是他第一次参加考核 也不知道能不能通过 他不想让自己的爷爷失望 在神剑公的外面 年轻舞者滔滔不绝 讲述着如何加入神剑公 然后成为人人敬仰的强者 面对这些年轻人 夜晨反而有些羡慕 他早就已经没有年轻的朝气 经历的事情太多 让他的内心发生了变化 等待一刻中的时间 神剑公的大门敞开 发现十二名半步封门的强者 这十二名半步封门的强者 都是神剑公十二座山峰的堂主 希望能够在外门弟子之中 找到一些好苗子 加以培养 当十二堂主出现的一刻 本来喧闹的众人一瞬间鸦雀无声 一双双眼眸紧张地看着 等下可是决定他们命运的一刻 如何不让他们紧张和激动呢 神剑公的考核 我相信你们都清楚 本堂主不想再说 希望你们能够成为神剑公的一员 若干年后 让神剑公以你们为荣 一名堂主话音一落 他们一个个坐在椅子上面 手中拿出一个令牌 令牌被捏碎的一瞬间 整个大阵轰然而起 数万舞者被笼罩在大阵里面 叶辰和阿音也在之中 突然之间 叶辰的脑海里成千上万的利剑 扑面而来 叶辰内心里面毫无波动 这一切只不过是假象而已 每一个人的脸颊上面 流露出来的表情不一样 甚至有些人吓得尿裤子 这样的舞者一瞬间就被淘汰 基本上无缘加入神剑公 在整个神剑公 只看剑道天赋 至于别的根本就不在意 陈毅也不知道这一次有几人 能够出现剑心千丈的好苗子 其中一名半步封门的堂主开口说道 眼睛看着被阵法笼罩的众人 剑心千丈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修炼到造化境基本上没有任何问题 现在还未知 不过李家的李荣剑道天赋不错 有机会突破到千丈 十二堂主你一言我一语 都希望能够出现不错的天才 最近这百年 神剑公收的天才越来越少 再继续这样下去 神剑公早晚有一天会没落 一个宗门的强大 不仅是强者多 还需要新鲜的血液 快看 那个小女孩 这时 一位美貌的妇人突然开口 在夜晨身边的阿英 剑心已经达到一千一百丈 好 不错 一名堂主拍手叫好 这刚刚考核就出现千丈的天才 让他们内心极其激动 这个小女孩 会已经打算收为弟子 美貌的妇人直接开口 剑心千丈的天赋 有资格成为她弟子 而且现在不过刚刚开始 说不准能够突破到两千丈 雪天 你们百花剑锋的女弟子不少 还不如让给我们天剑锋 一个个堂主开始讨价还价 谁不希望自己的山峰出现天赋好的弟子呢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 有的舞者达到三百丈 也有舞者达到六百丈 目前为止 出现千丈的舞者只有三人 阿阴 李荣 还有一名散修 这三人让十二堂主极力的争夺 天赋好的弟子谁也不嫌多 至于叶臣这边没有任何的动静 也没有人关注 仿佛被遗忘一般 甚至十二堂主都已经打算直接淘汰叶臣 连遗仗都没出现 见到天赋简直是废柴 哪怕最差的舞者都已经达到二十丈 最受关注的只有阿阴三人 让十二堂主吵得不可开交 快看 其中一名堂主瞪大眼睛 发现阿阴身边的叶臣 背后的剑道天赋已经达到六百丈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不会引来关注 只不过增长的速度实在太快 几乎一眨眼的时间就达到了六百丈 闻所未闻 当他话音一落 十二堂主望去 发现哪里是六百丈 已经在一瞬间达到一千六百丈 而且根本没有停止 速度也没有丝毫的减慢 十二堂主倒吸了一口凉气 目前最高的也不过李荣 一千八百丈 然而叶臣现在仅仅一瞬间就达到两千丈 而且没有丝毫停止 好好好 我神剑宫要出一个绝世妖孽 剑心达到两千丈 未来突破到封门 几乎没有任何问题 甚至只要有资源和机缘 神剑宫便能诞生太虚强者 我倒要看看 这个小家伙的剑心 能够达到多少丈 他们身为十二山峰的堂主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如此激动过了 当初有一名绝世天骄 剑心达到五千丈 让整个神剑宫都震撼了 神剑宫全力培养那名少年 他也不负众望 用十年的时间达到封门镜强者 可是最后 这件事一直是神剑宫的痛楚 已经四千丈了 其中一名堂主开口说道 现在十二个强者的目光 一直关注着叶晨 至于李荣他们 根本没有人去关注了